好各位小朋友好 今天6月21日的第五节 是我们的艺文课 那今天老师想要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教你做饮食方面的 当我们每天都要吃对不对 当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又健康又好看 它其实也是一个艺术与人文领域的内容哦 因为让人家看起来让心悦目吃起来又健康 所以今天老师这一节想要教你们用早餐料理 那首先呢老师今天会介绍两种 那早餐呢我们通常都是简单又方便 但又可以很健康然后色彩兵分 所以今天老师教你们吃杏仁牛奶跟海苔饭卷 好你没有看到这样子摆起来早餐看到哦 又健康又漂亮又饮养好那像我们牛奶的部分啊 我们一般都只喝牛奶都不对 但是呢今天我们有加了一个杏仁粉 而且是无糖的 杏仁牛奶的做法将鲜煮与杏仁粉放入杯中 搅拌均匀即可饮用 而且有没有很简单 而且啊老师今天找的呢都是很可以咬的 所以爷爷奶奶也可以吃哦 你在家里可以做给爷爷奶奶吃 因为爷爷奶奶的牙口牙齿比较不方便 所以今天老师介绍的都是你看牙齿 牙齦碎软直食 意思就是说哦 他可以不用用牙齿这样很硬的这样咬 然后他是软软的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所以老师也希望你们学了 可以做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吃哦 这是很方便入口的东西 好那海苔饭卷不要要准备比较多一点的东西 那最主要呢就是里面食材我们包的饭啊 紫米白米不要只有白米啊 我们紫米加一些不同的五谷跟精类进去 会更健康看培养你 那里面的蔬菜你可以换成你喜欢的啊 那像这边有红露锅有小黄瓜有洋葱有豆芽菜 而且还有蛋白质哦 你看鸡蛋 然后外面包的海苔片 那调味料我们就是少许 如果你可以用很天然的辛香料啊 葱姜蒜这些都很好 海苔饭卷的做法 将紫米及沛鸭米细净后 加水再放入冷藏浸泡10小时 再电锅外锅加入半杯水 将紫米白米配芽米鱼水 米水比1比2一同放入锅中烹煮 电锅挑起后焖15分钟 将红露锅小黄瓜及洋葱 切成宽度为0.3公分细丝状 于锅中加入植物油 放入葱花洋葱小黄瓜红萝卜 豆芽菜及少许水炒制软烂 加入蛋液炒熟后 加盐及酱油糕调味即可盛盘 将饭铺在海苔片上 包入配料 将饭 你们有看到它的饭 有紫米啊 有配芽米 看起来很健康 然后我们再将我们的配料加上去 饭卷卷起 使用前切成宽度1.5公分即可 好那你可以看到 你看有那个主食又有蔬菜又有蛋白质 然后就很健康 而且看我们的主食还有不同的米 所以这个又很软很容易咬又健康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杏仁牛奶 好这就是一份一天的早餐 你看哦 而且你这样子做一长条一整个 牛奶泡大杯一点 全家就可以吃了 好那再另外另外一个呢 老师要介绍的是 哎你们也常常在那个早餐店吃的 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会更健康 像那个煎蛋吐司 那我们再配上一杯芝麻牛奶 哎我们有坚果类 好你看我们一样也不是用一般的牛奶 我们都会加一些很健康的粉 你看你现在就加芝麻粉 那芝麻粉就是芝麻磨层粉 那芝麻本身是坚果的部分 你看又有补充到坚果油脂 好的油脂的营养 芝麻牛奶的做法 将鲜乳与芝麻粉放入杯中 搅拌均匀即可饮用 方便 那我们说早晚一杯奶嘛 所以你早上一杯牛奶加芝麻 就是会很健康 好那我们煎烂吐司的部分呢 好你看全麦吐司哦 不是白吐司 是全麦吐司 而且要去边 因为边通常都是油比较多 好那我们里面的配料啊 你看他有的洋葱 小黄瓜 牛番茄 还有鸡蛋 你看有蔬菜 有蛋白质 然后一点点的油 那里面的食材 你可以换你喜欢的蔬菜 也可以哦 煎蛋吐司的做法 将小黄瓜洋葱洗净后 以饮用水冲过碱菌 再切成细丝状 将牛番茄洗净后 以饮用水冲过碱菌 再切成薄片 鱼锅中加入植物油 放入蛋液煎熟 再将洋葱丝 小黄瓜丝 牛番茄片 及荷包蛋 加入吐司即可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蔬菜很多很健康 然后像洋葱的部分啊 对你看一下哦 再切成细丝状 好来就 并啊你们如果是生菜的那种啊 一定要用饮用水 要冲过 好然后呢 你很多人可能就会说 哎怎么没有肉 那我们今天教的是 因为比较容易咬的 那肉比较难咬 但我们还是有蛋 好就是蛋白质 所以呢 爷爷奶奶也可以很方便的吃 看起来你看有蔬菜有蛋白质 有淀粉 就很健康 早餐很方便 就可以吃了 然后再配上一杯牛奶 而且你们通常去早餐店 他就会涂一堆美奶汁啊 然后用油煎啦 你看他这个都是很健康的 好所以啊老师呢 希望你们看完呢 也可以呢在家里呢 动手做一做早餐料理 然后给家人吃 然后呢 看把他摆盘的很漂亮 很美丽 这也是艺术的创作哦 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 好 好 可以